好,我們來解這個指數方程 我現在令好 這個2的x次方是等於大x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2的平方乘以2的x次方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2的x次方的平方 因為你2拿進來的話是2的2x次方 那會等於2的平方乘以4的x次方 這個是等於2的2次方 那我把2的話提到外面去 把x拿進來 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等於4乘以大x 這是大x次平方 所以方程式 就等到多少呢? 得到這個4大x 等於大x次平方 那減12 好,那我們來解 他把它移過來 就是大x次平方 減4大x 減12等於0 那這個可以交叉相乘 1 1 6 2 12 他是戶的正的 所以這個1次分解乘 大x次減6 乘以大x次加2 等於0 所以這個大x 他有兩個解 一個是6 或者負2 負2不合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等於2的x次方 那2的x次方他一定大0 所以負2不合 所以2的x次方是等於6 所以我兩邊取LOG 12為底 這個取LOG12為底我要負2x 等於LOG 12為底 乘以6 12為底 真數是6 6的話是2乘3 那應用那個對數率 就LOG12為底2 加多少呢?LOG12為底3 這是等於1 所以1加多少呢?LOG12為底3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1加LOG12為底3